说到巨石就不能不说英国的巨石镇 Stone Edge 在伦敦西南面137公里处 可以称为英国的国家标志 早在4000年以前 这石镇就已经屹立在这里 巨石镇的主石群排列成圆环形式的马蹄铁状 在这石环里还有一个比较小的石环 而这两个石环中又被称为三石排方 Trilly Sound的史前建筑 其两个直立的巨石上横放住另一巨石梅石 令人费解的是 怎么让重达数公吨的梅石 升至直立巨石的顶部之外 还有如何使梅石与直立巨石紧密结合 而由石柱顶部的突出部分与梅石凹钩结合 与如今木匠所用的入损技术如出一辙 而当时的人怎能准确地计算弧度 并为时保持平衡 平放于石柱上 而且能够组成圆环形的巨石镇 还有人发现 一年中大部分的日子 人们站在石镇的中央是看不见日出的 但是到了夏至 日出会在主石之后出现 此时此刻它会造成一个错觉 太阳被水平地放置在巨石之上 二十世纪的天文学家 霍金斯·Jerald Hawkins认为 巨石镇就像一台原始的天文电脑 能预言日时 月亮和太阳等天文现象 其实世界上许多古老文明 都显示了当时的人对于研究天文 有异常的爱好 时常以星座 星球的位置来架构建筑物 太多类似的巧合 是否为古人想要留下来的讯息 也有一个发现巨石群 具有治愈疾病的效果 巨石阵的内圈由稀有的青石所组成 科学家认为它们一度是巨石阵的心脏 并与其用于治疗的这一用途存在密切关系 研究人员们在挖掘过程中发现 了大量雕刻青石时所产生的碎片 当时的人们应该是因为相信 青石有保护或者治疗功效 因此才会将雕好的青石作为护身符 从罗马时代到中世纪 人们就一直搬运青石 并将它们切割成小块 因此巨石阵所在地 过去可能为医疗中心 在巨石阵附近挖出了许多人类遗骸 在它们的身上都有着严重疾病或伤残 而它们的牙科记录显示有一半 的人是从外地千里迢迢而来 由于时间久远 了解巨石阵我们只能从一些 点击和历史资料中去寻找答案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对宇宙空间的探索 有些谜底揭开了 有些依然是未解之谜 就像当初的金字塔一样 最初被当作外星人在地球山建立的信号塔一样 至今金字塔到底是何方神圣建造的 究竟出于什么目的 依然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 助时间的推移 我们逐渐英国的巨石阵感兴趣 试图寻找这一答案 曾有历史学家称英国巨石阵是远古墓地 时间在推移 真相在一步步开始探索 据一些考古学家在史前巨石 正挖掘发现五万多块骨骼碎片 分析至少包含63位死亡的骨骼 同时 该研究发现史前巨石阵 建造于格拉斯顿堡时期 当时人们数以千计穿越大步 列颠岛聚集在此庆祝冬至节日 另外 在巨石阵附近还发现了很多 类似于尸体的碎片 被怀疑是远古墓地 这一说法究竟成不成立呢 最新的资料显示 这些骨骼年代测定 显示巨石阵的历史可追溯 至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前 皮尔森目前认为 最初这里曾是墓地 之后才建造形成现在的巨石阵 这些墓地要比巨石阵建造早接近100年 除了丢弃的尸体之外 主要掩埋尸体是成年男性 巨石阵居然是墓地 真的让人不可思议 但是 我们也相信一些关于外星人 建造巨石阵的说法 世界上相当一部分石球 可能是古人 信奉原始宗教而雕刻的新神或祭品 也有人认为 石球 识人之谜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还是天外来客的馈赠 人的不可思议来得不明不白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